Kissing Buck 追鼻虫 虽然有个可爱的名字 但是真的被它亲吻了 可不是件好玩的事情 甚至很可能丧命 由于现在在德州以及乔治亚州 都出现了追鼻虫的踪迹 因此有关单位呼吁民众要特别小心 专家表示 追鼻虫看来像是颜色较深的蟑螂 呈心形状 喜欢藏在树皮当中 通常在夜晚出没 也会趁着人们在睡梦当中 咬人的脖子或是脸部 由于追鼻虫会传染查加斯病 一旦被咬了之后 人们在伤口抓痒的同时 病菌进入体内引发感染 而且通常在被咬了之后的几天 可能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 然后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而病菌会一直留在体内 可能在几年之后才有症状出现 医师表示 大约有70%的人经过治疗 可以痊愈 有30%的人可能丧命 因此民众不得不善